好,接着我们看看这一篇故事 爱生气的小芬学会尊重家人了吗? 那这篇故事呢,是改篇自爱生气的小女孩的一个绘本故事 好,首先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小芬呢,是一个爱生气的女孩 她只要不开心的事,或者是让她生气了 她就一脚把东西剃得圆圆的,或者是把东西甩得圆圆的 那么她的家人呀,婆婆呀,爷爷呀,爸爸妈妈 或者是哥哥姐姐呀,都很担心她 所以这里写了小芬爱生气,家人都担心 于是家人呢,都围在一起商量了一下 于是家人送了几样东西给她 送了哪些呢,送了一面镜子给她 送了一个停了的,就是不再走动的一个闹钟给她 然后送了一个小气球画上这个生气的脸给她 还有一盘西瓜 切片的西瓜和一条香蕉 然后摆出一个生气,好像恶魔那样的脸 这整盘的送给她 那么当她生气的时候呢 她的家人赶快拿镜子给她了 她看到自己生气的样子 哎呀,是好看呢,还是难看呢 难看对不对 好,那接着呢 爷爷奶奶就告诉她 你把那个闹钟拿出来 然后还有那个小气球拿出来 然后呢,爷爷奶奶就告诉她说 你把他们倒过来看一看 那原来这个闹钟原本交给她的时候是这样子 叫她倒转过来看的时候呢 哎,她发现是个笑脸哎 然后那皮球原本是这个生气的脸 可是爷爷奶奶让她倒过来看一看的时候 哎,变成个笑脸了 然后姐姐就告诉她 哎,这一盘西瓜 我们摆出了一个恶魔的脸 就是一个酷脸 啊,那你看一下 只要你把西瓜转下来 再把香蕉给转上去 你看是什么脸的 啊,是笑脸了,对不对 啊,所以呢 这个小蕃啊 看到这么多 这个转过来又是另一面 转回去又是那个可怕的脸 那她就想了 如果我心情不好 家人会不开心 所以呢 哎,所以怎么样呢 啊,最后小蕃会不会学会尊重家人呢 对,是会的 因为到最后呢,家人都是笑的 看,妈妈也笑笑着抱着她 啊,所以到最后她是有学会尊重家人了 对不对 好,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什么呢 当你控制不了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这种情况不但会影响你自己的身心健康 也会影响家庭的和谐 啊,你生气你发脾气了 啊,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好 为什么呢,发脾气的时候你心里很不舒服 心噗通噗通的跳的不停 啊,所以这个情况呢,是不健康啊 啊,对不对 那么,你发脾气的时候呢 你家人呢,也受影响 大家的心情也不好了 啊,可能家人就说 哎呀,你怎么把她给惹气了呢 那,另一位就说 哎,我没惹气她呀 啊,可能这样子会造成你的家人相互在争吵了 这个就会影响到家庭的和谐 啊,这是一点 另一点呢,就是生气时 如果你能让你自己冷静下来 以乐观的角度来思考和看待事情 也许就能够减少一些冲突 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更美好 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呢 先请你 先请你 深呼吸 数五秒 那么,自己可以稍微冷静下来了 再想想 啊,乐观一些想开心的事 啊,让自己呢 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下 啊,那么 你就不会跟家人吵架 你也不会跟自己别扭 啊,你也能够开始觉得 哎,其实没必要生气呀 对不对 啊,你就可以让自己开心回来 那么,你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呢 就会变得更美好了 啊,所以生气呢 不是一件好事 啊,请大家 如果你在家常常发脾气的话呢 你就要改一改 这个脾气了 好,那老师想给大家知道 就是尊重 是一种温暖的距离 它没有伤害 只有感动 嗯,很好 好,最后老师再送上一句 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尊重不是给予 而是收获 好,那今天单元六 老师就讲解到这儿 谢谢大家 下堂课再见 谢谢大家